今天所有在現場 抱歉喔 請允許我用國語來發言 母語是呀 因為我的廣東話講的不好 但是各位講的我都 百分之五十我都聽得懂 所以你們不能罵我 你們講的百分之五十我都聽得懂 但是我是一般我們講說 因為我在紐約曾經有很努力想學 但是因為平常沒有時間練習 所以我們的廣東話就不是那麼好 我想所有今天在場的 我們港澳總支部的好朋友 當然我們的陳志望常委 還有所有我們的分部的常委 還有我們今天在場兩位中評委 鄧中英委 中中評委 還有我們好多好多 還有好幾位我們的議員 這邊特別要感謝 出現我們好幾位議員來參加我們的盛會 今天所有在現場的 來參加我們今天國民黨黨慶晚會的 香港跟澳門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 非常非常感謝 在這邊看到大家 對我來講是我工作的最開心的事情 我跟各位報告 我接海外部主任的工作到現在應該 從二月到現在 八九個月而已 可是一直在忙 然後中間又跑過很多地區 包括美國日本東南亞 但是我就是香港還沒有來 所以我跟那時候 我跟志望講說 有機會我一定要來 但是跟各位報告 你們的活動邀請了我 我非常開心 因為你們邀請我 我才有機會來 謝謝大家 我應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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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站在一起 也跟大家 我希望利用這個時間 跟大家報告 今天 國民黨在台灣發展的情形 大家不管是不是我們的黨員 但是一定 今天在場的 一定都是最關心國民黨的好朋友 對不對 對 都是最喜歡中華民國的 對不對 對 我相信是 假如不是的謝謝滾出去 好不好 好 這樣不會有人要走 因為都是最愛護我們的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我來 我希望一方面來參加我們黨慶 國民黨117歲了 可是 我們避不老 對不對 因為國民黨 有很多很多年輕朋友 加入我們 我相信 我期待 我希望 在香港 在澳門 有很多很多好朋友 跟當時國父革命時代一樣 多少年輕朋友 從香港 從澳門 我們一起跟他打天下 我希望這一次 不光是我們這次為了馬英九選舉 我希望在 提到香港的活動 剛剛 陳志望 陳昌晚有提到 我在這邊也再一次拜託大家 所有的黨務活動 我們需要年輕朋友的參加 我在這邊看到很多年輕朋友 我希望你們 不要忘記我今天跟大家拜託 國民黨在 香港跟澳門的 組織的發展 跟活動 都需要年輕朋友的加入 我們現場很多 很多年輕長的長輩 對不對 我們看到在我們身旁 他們是我們的寶 大家知道嗎 國民黨需要這些長輩 國民黨大家所了解的 我們需要有老幹 有薪資 有前輩在前面帶領我們 可是我們也需要 後面有年輕人 幫我們一起往前衝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做 所以我希望今天 在這個場合 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黨慶的 117周年 對不起 可是我也希望 把國民黨這幾年的發展 跟大家做個報告 我是想站在那中間 因為我要大家看到我 大家看到我就不會再講話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跟大家報告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 我從台北來 我希望在這個場合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國民黨的進步 跟發展 我廢話不說 我給大家報告 國民黨這一次的選舉 剛剛出望常委有提到 這次一場苦戰 我跟大家報告 絕對沒有比2018年輕鬆 2018年大家回去多少人 我們今天比他更多好不好 好 我希望這次香港 讓我們所有 由我們自華美國生日的好朋友 務必回去同票 大家要了解 今天大家不回去 馬英九可能落選 馬英九落選 不是他的事情 馬英九落選 算什麼 國民黨落選 算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馬英九落選 代表什麼 代表國民黨選 代表中華民國 就沒有了 大家 明天不願意 看到中華民國沒有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場 都是最特別 中華民國的好朋友 所以我在這邊 再次拜託大家 大家 跟我們站在一起 我從台北來 我希望把我們台北的緊張 對大家分享 台北現在很緊張 整個台灣都很緊張 我本來我跟志望 講我沒有辦法來的 我一直到前天 我才跟他說我能來 因為大家 我跟大家報告過 雖然是海外部主任 可是 大家要知道 我還擔布兩個城市的督導任務 包括新竹跟苗栗 我的意思說 新竹跟苗栗的活動 我要去參加 我禮拜六一天回去 我跟志望潮也報告過 我不是不想留在香港 因為我禮拜六中午 新竹就有造勢大會 我要趕回去 所以 對我來講 台外工作 我非常希望能夠跟大家在一起 尤其香港和澳門 是我離我們台灣最近 我們應該要 都跟大家來請教 所以我在今天的場合 我非常開心 我也非常興奮 我希望能夠分享 我們在台灣的心情 我希望跟大家在一起 我剛剛我利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跟大家報告 香港跟澳門的黨務工作 我們要怎麼做 我非常感動 大家都有很多想法 我唯一提醒大家 國民黨要運作 我們要老前輩 我們也要年輕朋友 請大家 就像今天參與 我們這個盛會一樣 大家一起來參與 大家可不可以答應我 可不可以答應我 拜託大家 好不好 請你們同樣大會上的心情 來幫助我們這些分布 這些分布 每一個分布的發展 都跟你息息相關 你要這樣想 你的參與 不像是幫 只是幫某一個人 你是幫國民黨 幫國民黨 事實上是幫誰 是幫中華人 我跟各位報告 過去這三年 馬總統執政 大家在香港很清楚 對不對 在香港很清楚 不要我講 香港的地位 環境很特殊 可是大家有沒有感覺 那邊 就算是我們 我們 內地的 共產黨 我們講 中國 共產黨的政府 對於今天兩岸的關係 對於中國國民黨的發展 他們也同樣關係 同樣關係 同樣關係 同樣的 也因為兩岸的和諧的發展 我想大家在香港很清楚 兩岸是不是更和平了 對不對 比陳水扁時代的時候 那時候他人要打架 他人要那個飛彈射過去 那種情況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今天這次在台灣選舉 馬總統只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馬英九過去三年多 他的政績很多很多 我這邊講不完 很多 可是最重要一點 大家可以感受到 尤其我們在香港 在澳門 兩岸是不是更和平 是不是比過去更和平 更繁榮 大家都對不對 為什麼會 兩岸這個和平會更繁榮 因為國民黨執政 因為國民黨執政 我們 我們以一個正確的態度 來面對中國 來跟我們共產黨的朋友 一起來合作 合作什麼 為了兩岸共同的幸福跟發展 我們希望拿到這樣的目的 國民黨在台灣的發展 不是只是台灣一個地區的發展 我們希望是整個帶動亞洲 包括兩岸三地 多少華人的地方 大家都在看 中國國民黨的發展 是跟我們整個華人世界 是有關係的 大家其實很清楚 今天台灣 今天我們屹立不搖 我們今天撐著國民黨的這個旗子 撐著中華民國的旗子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我們共同的未來 為了我們所有今天在座的 你的孩子 你的孫子的未來 我相信大家感受跟我一樣 假如說在九七的時候 很多人他曾經到加拿大 或哪裡 他離開了 可是慢慢他覺得 欸 香港也不錯 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和平穩定 大家所需要的 同樣的 我們今天台灣 我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兩岸要不要和平 到沒有 有 沒有人希望打仗 可是大家要知道 今天早上的報紙 大家有看到蔡英文怎麼說嗎 他不承認九二共識 不承認九二共識很嚴重 大家知道嗎 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 他竟然不承認 那這個 這個和平可能就 就就就就 就面臨一個挑戰 馬上就面臨挑戰 當然大家 可能有的比我還了解 民進黨一路走來就是靠騙 騙騙騙騙 這三個字 我們不能讓他再騙下去 所有今天愛護中華民國人 我希望把我們從台灣的心聲 跟大家共同來反應 我相信今天的香港 跟澡澳的朋友跟我一樣的想法 我們絕對不允許民進黨再騙我們 對不對 不要說騙我們台灣是同胞 所有我們香港港澳的同胞 都是跟我們一樣善良 一樣可愛的 但是我們不是傻子 我們不是笨蛋 我們不能被他一騙再騙 我們絕對不給他任何機會 所以在這邊特別跟大家報告 我的感覺 我的一個分享 在這邊我非常開心 用這個場合 跟大家做一點深入的一個報道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關心 所以我在這邊 特別也借用過時間 來跟大家做一點深度的報告 報告 無論如何 請大家跟2018年一樣 甚至我們2018年更緊張 來為馬中國加油 為了中華民國加油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você 謝謝 人家 謝謝 谢谢大家